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江维平 今天是9月29日 我在多伦多 看到网上有一篇有关匈牌新区建设的文章 说是河北省常委 副省长也是新建的匈牌新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陈刚 他发表了一个讲话 谈到新区的建设问题 他说呢 新区要创新 怎么创新呢 不能像以前那样 搞这个土地财政 要以这个公租房为主 还说呢 政府要和老百姓都当股东 等等吧 此外还有顺应自然 尊重规律 甚至提出什么呢 不见高楼大萨 不见水泥森林 这个要连玻璃木墙也不搞 等等啊 好像他真想把这个匈牌新区啊 建成一个有别于深圳特区啊 这样一个新型的城市 但是我认为啊 这个陈刚是个年轻人啊 他要建匈牌新区啊 假如真的有凶行打质的话 我给他敬一言啊 我觉得呢 他应当把匈牌新区建成啊 中国第一个政治特区 如果他能走出这条路啊 可能这个使途上会有一些挫折 但是呢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 他就能干一番大事业 深圳特区啊 我们都知道 在深圳特区之后啊 还有很多特区 还有浦东开发区啊 长江三角 以及这个环波海等等啊 可以讲这个开发区啊 遍地开火啊 大大小小的 真正搞得比较成功的 应该是深圳特区 这个过去都有很多的报道啊 不过那些特区啊 不管怎么讲 经济上不管都没有成就 都没有解决什么呢 权力啊 过于集中 没有至于遭生腐败的问题 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 不是经济问题 是政治问题啊 不是在建一个经济特区 而是要建一个政治特区啊 所以呢 假如啊 陈刚正想干一番事业 不要把精力啊 像现在这些官员这样 都往千军万马 骑在一条小道上 都想进军十九大 使自己的官职在提升 而应当想 怎么为中国的老百姓 真正开辟一个新的啊 这样民主化的道路 也就是呢 在这个雄文奇兴趣啊 里边呢 尽自己的努力 在职权的范围里啊 要搞这个基层的民族选举 让老百姓啊 真正的啊 用手中的选票 选出自己的引导杆 当官员就全力 受到制约的时候 当然 这个土地的财政问题啊 公租房的问题 政府和百姓要当股东的问题 才能真正的解决 具体讲吧 你比如说财政 土地财政 那么你不搞土地财政 好 你这个土地啊 不搞公开拍卖 你却是无上画博的 画博之后呢 建一些公租房 租给老百姓 可是呢 这里就没有公平 因为呢 官员呢 手里的权力太大了 随批个条子 告诉你说 我那其他五八大义 想租个房子 你能不租吗 所以啊 即使搞公租房 如果没有 没有伴随着啊 这种 这个开明的政治 那有政治体制改革啊 没有官员和这个老百姓啊 真正的人为议题啊 你很难把握这种啊 公租房的标准 就像重庆啊 在这个薄熙来的领导下啊 当年搞过所谓的 这个租赁房 像那些弱势群体倾斜 表面是这样讲 但实际上 租房最后呢 结果呢 连这个公务员 都可以租房 也就是说公务员呢 可以这个造假啊 渲染自己 经济多么困难 就没有房子住 实际上他有房子住 他冷然造假 冷然通过关系 通过权力啊 通过寻租 使自己成为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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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联组房的受益者 所以啊 假如不改变这个 政治这个体制啊 那么呢 即使陈刚 想在这个地方 走出一条新的路啊 不搞处理财政 你也无法使 老百姓 真正的和政府啊 这个都当股东 分享权力 很难啊 所以呢 我对陈刚提出这个啊 就是说把这个 华北明珠啊 白洋队 这个特点 突出啊 这个出来 然后呢 在那个地方 搞一些设计啊 不同于深圳那种高楼大厦 这个也不搞这个 玻璃木墙 这倒也是无所谓 关键的问题啊 就是那里的政治 一定要清明 一个是这个民主选举的问题 另外就是司法独立的问题 当然了啊 陈刚本身才是一个这个河北省常委啊 副省的啊 即使他想改革 可能阻力很大 但是不要紧啊 毕竟手里有权呢 可以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啊 大胆的创新 因为呢 现在中国这个 之所以出现很多的冤家错案 司法不公 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政法委的存在啊 官员干涉司法太容易 那么呢 如果陈刚想走出条新路的话 就是把河北省 这个在这个匈安新区里面呢 法院 应该让他读得起来 法官呢 要执也化 也就是说呢 各个党派啊 都应当啊 这些人员应当退出法院 法院面向 全世界招聘那些 有这个 大学啊 这个本科 或者是 这个塑士学位啊 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一个 法学的人才 让他到先 到这个匈安新区里面啊 来这个大展圈角 一个案子的审判结果 审判的过程 不是官员在操控 而是由法官自己来决定 只要把这一点搞好了 那你这个陈刚啊 我相信 你在中国这个政治这个格局当中啊 就占一些重要的地位啊 你这个匈安新区啊 就不同意这个深圳 这个开发区 深圳这个特区 也不同意啊 任何一个开发区 就给中国这个 未来啊 提供了一个 这样一个 蓝图啊 宏伟的蓝图啊 我认为啊 既然 这个匈安新区啊 他这个建设啊 这个习近平提出百年打击啊 但是习近平在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呢 严重的保守之后啊 他没有啊 提出这个观点 关于把匈安新区 建政政治特区的观点 他没有提出 但是呢 这并不等于说啊 夏季就无所作为啊 因为陈刚 这个是六零后的啊 1965年出生了 这个年轻人非常年轻啊 这个在贵州省啊 曾经当过贵州市委书记 这个看来这个也是年福利强 这样的年轻人 应该啊 多多这个 打开自己的视野 面向世界思考问题 当然了啊 现在陈刚 据说啊 在9月21号这一天呢 邀请了来自全世界各地 三百多位专家 对这个城市啊 进行设计规划 搞了这样的咨询活动 叫国际咨询啊 但是呢 这些咨询呢 往往就仅限于经济方面的咨询 也就是说是些政治没有关系 但是我认为啊 对匈安来讲啊 最重要的是把它变成一个政治特区 这个规划 这三百位专家 不可能敢于提出这个意见 因为这些人呢 这个不远万里啊 或者是不远千里啊 百里之外 这个来到这个 匈安啊 都是为了赚钱的 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当然 顺情讲好话啊 只是从业务的角度 城市建设的角度去谈论新区 显然啊 和我这个不同调 那么呢 我认为啊 这个 匈安新区啊 提出这个主题啊 要建一个什么呢 什么样的城市呢 绿色的森林的 智慧的 水城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城市 我认为要加上一条啊 这要建一个清明的这个城市 所谓清明叫政治清明 政治清明 一个是要有民主 第二一个是有法治啊 民主像我刚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啊 可以在这个匈安新区里啊 这这样的这个蓝图上面啊 开始这个是民主化的改革啊 基层的这领导干部 要民主的选举啊 同时啊 还要搞法治 就是在这个公监法司 这个领域进行改革 特别是法院啊 一定要搞一个 一套独立这样司法系统 这样就为整个中国啊 创造了一个新的开幕啊 这一点啊 将胜过这个邓小平啊 这才是真正的 百年打击啊 这个千年打击 所以我今天读了这个 关于有关啊 这个河北省 匈安新区的规划啊 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些想法啊 可能我这个想法 有一点不切实际啊 可能由这个 陈刚先生来具体实施啊 会力不从心 不过我们只要努力啊 中国就会有希望 谢谢